建民論推牆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7號是建民論推牆的2037 那麼最近呢大家看到網絡上就是很多中共的專家都不斷的在極力鼓吹呢 鼓吹馬上就要打台灣而且好像是這個劍在弦上了 也就是大大小小的专家都不断的鼓动死多少人都把台湾收回来 那么最终下达进攻台湾的命令显然是习近平嘛 那么习近平究竟想不想打呢能不能打呢 习近平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就是说我们总不能把台湾问题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因为呢邓小平曾经讲过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呢 已经没有能力在他们有生之年把台湾问题解决了 而且邓小平就说我们的子女比我们有智慧 我们的后代是有能力把台湾拿回来的 那么习近平就总觉得他是共产党的这个传承人啊 他就是毛泽东邓小平那一代他们最好的后代最好的传承人 他就要在他这一代把台湾问题解决 所以习近平讲过的话不能把台湾问题一代一代的再往下面传 这就意味着习近平认为每过一年他都必须要做一点什么 但是你看习近平执政已经十来年了 现在已经二十大的开启到第十一个年头了 他做了什么呢他能做什么呢 能做的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天上天天都是军机绕台 对台湾不断地施加威胁 那么第三场是导弹呢是万弹已经布置好 就准备万弹齐发 嘴巴上是天天高喊的一定要武统台湾 一定要解放台湾而习近平他所有的这些公事大部分是放在什么 放在专家叫嚣在嘴巴上因为专家最卖力啊 专家才不管你习近平是真打还是假打 今天打还是明天打最终能不能打起来 因为只要打着舆论一旦造起来忽悠起来 那所有的专家黄金就滚滚来了 到处有人请他们演讲啊 这些专家们出去演讲出场费最少是几万块一般来说都开价到十几万二十几万 网上我们都看到有很多报价单嘛一场收入十几万 所以这些专家全国到处演讲动不动叫嚣着武统台湾 他们只要不断贩卖他们那种武统的理论 贩卖他们不许把中国人死掉一一式的理论 他们就黄金滚滚来了 所以你看全国各地高校啦 各个政府机关啦不断地邀请这些专家李毅啦张伟伟啦 金灿荣啦金一南啦罗元啦戴旭啦 这些人天天都叫嚣着一定要解放台湾马上就打 也就是不管这个党媒打起来 他们天天忽悠着他们肯定赚钱 所以专家们是不断地在推波助澜 那么专家的推波助澜显然是符合党媒的要求 符合党国的宣传啦 也就是党媒一直是号召着准备打嘛 因为只有号召着打台湾才可以扛起爱国主义大旗 调动所有的草民和炮灰的机器性 因为很多人都面临着自己现在非常非常的穷啊 而且是贷款也还不起啊 就是城市里面购了房的这些中产贷款还不起 穷人们买不起房最关键是大家失业 根本就上不到班没有收入 那那么穷的办法个人都是在躺平的状态下 现在就号召你们打啊 因为越穷的越要鼓励你们上战场 你不是一无所有嘛 但是你至少还有伟大祖国啊 作为一个中华儿女你多么骄傲啊 所以说呢这些官媒就不断地号召中国的草民 你们一定要发挥你们自己为国捐躯的献身精神 也就是不管你真的上美上战场 但是至少要营造你们为伟大祖国献身呢 是很光荣的 因此来讲官媒也好专家也好 不断地发动各种宣传攻势 鼓动着全民马上就参战 马上要对台湾就是进攻 要把这个台湾呢收归祖国 因为祖国的宝岛是寸土不让 那么对于祖国的领土是寸土不让啊 台湾是祖国的领土呢寸土不让 为什么老毛子霸占中国是几十个几百个台湾的这个领土 达到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为什么那些寸土就可以让呢 这么多土地为什么不把老毛子里拿回来呢 动不动就说一定要把祖国的领土全部守护住 寸土必争 那么海生外你们争了吗 库业岛你们争了吗 被老毛子拿走的那么多领土不是中国的领土吗 为什么那些领土你们就不去寸土不让了呢 所以呢你就看官媒的宣传就知道 中共永远对小粉红对老百姓对草根啊 他的宣传都是两个标准的 被他额爹拿走的拿的再多都是应该的 都是我们无私奉献的 而台湾他们天天惦记着 他们要消灭人家台湾嘛 我在多次节目里面已经说过了 不在乎台湾那点领土啊 中共自建政以后所有跟他领土纠纷的邻国 无论是印度啦朝鲜啦越南啦 所有跟中国因为领土发生纠纷了 中共一律把领土给别人 给出的领土不知道几十几百个台湾那么大的面积了 中共从来没在乎 为什么那么在乎台湾呢 主要是要捣毁中华民国嘛 因为中华民国只要在一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伪政府 这个伪政府他就没有合法性 他就不可能名正原生在全世界代表中国作为唯一合法政府的 跟全世界打交道 如果是中华民国没有了 那中共呢 他这个伪政府呢 就给他得逞了 而中华民国再迟早一天 中华民国要光复大陆的 中国共产党要灭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他所代表自己国家签订的一切条约都是什么 都是非法条约 你本身就不是民选的政府 你签订条约有什么用啊 没有人民授权的条约怎么有合法性呢 所以说呢 只有中华民国才是中国的正统 才可以代表中国人民去签订任何条约 因为中华民国是我们授权的嘛 是人民授权的 是人民民选的政府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是骨梗在喉 也就是每天要把人家中华民国打掉 把台湾占领的目的就是让中华民国灭亡 那么没有中华民国了 中共呢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全世界去代表中国了 这才是中共每天动不动要叫嚣着要打台湾 要消灭台湾里面的主要目的 他在乎台湾岛那点面积嘛 这点领土他不在乎 他缺少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嘛 这两千三百万人到了中共手上中共也是流岛不流人啊 他不会让任何台湾人让他们还发展你的自由民主思想 你要么被中共收归作为中共的奴隶 要么就是什么要么就被中共斩烧啊 李懿不是说嘛一个字图 图到所有的人都愿意做狗 也就是定期投喂骨头就行了 如果你有反抗精神我们就要图 这就是李懿过去视频里面他就讲过的话 因此共产党他是对台湾的这个攻打 对台湾的武统根本不是在乎祖国的统一 祖国的领土必争 而是什么而是为了剿灭中华民国 我这个呢就不重复了 因为所有的领土之争都不是中共 他自己必然要寸土必争要把他争回来的 老毛都霸占了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 他们又争过一次 甚至人家对共产党完全的羞辱 把海生外霸占你的土地再次租给你中国 你中国赶紧去付了租金 然后把自己的领土被别人霸占了以后 把它租用回来 自己还用的高兴的不得了 这就是中共是什么样的人 可以讲武大郎是什么样的人 中共就是什么样的人 这是指什么 专家和官媒都营造着要打台湾的气氛 但是习近平会不会打呢 习近平敢不敢打呢 对于中共的最高决策者习近平来讲 打台湾很可能牵涉到政权不保 因为台湾如果是打失手了 那百分之百共产党是垮台的 习近平是上断头台的 所以打台湾和保政权来讲 对习近平你认为哪个更重要 显然是保政权嘛 而保政权不是保共产党之政 是保习近平的定余一争啊 习近平现在只是把共产党作为他自己统治的一个工具 也就是现在习近平通过十年 他个人的独裁呢 已经改党天下为习天下 那么习近平他要把共产党作为他自己执政统治的一个工具呢 以党首的这个身份这个地位 他定于一争 而定于一争习近平就绝对要考虑台湾这仗能不能打 因为台湾打未必是赢啊 战争只有两个结果要么赢要么输嘛 输呢 共产党百分之百的灭亡 习近平百分之百的上断头台 而赢赢这个把握实在是不大 赢虽然是战争的一个结果 但是对习近平来讲 习近平怎么能有把握能赢呢 虽然专家不断的向他忽悠说我们肯定赢 按照金山荣讲我们说已经赢了我们赢两次的 但是习近平心里面有输的 就是凭共军的这点实力要想打下台湾绝没那么简单 很重要的习近平认为能不能赢的一个风向标 就是看俄罗斯能不能打赢乌克兰 因为如果是俄罗斯顺利的拿下乌克兰 虽然打的艰苦了一点 最终呢还是战胜了乌克兰 俄罗斯达到了霸占乌克兰的目的以后呢 那会刺激习近平的野心的 也就是俄罗斯能赢我们也能赢 国际社会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后 对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制裁 对乌克兰进行了全力的这个支持 在一边倒的支持和一边倒的制裁下 最终俄罗斯还是赢了 那么俄罗斯能赢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赢呢 很多人顾虑不得说我们打台湾以后 会得到国际的制裁了 对台湾的国际援助了 那忙活到最后人家俄罗斯是赢了 那么俄罗斯以后天朝一定赢啊 你们拿普京没办法 你们拿我天朝有办法吗 普京的没有任何地方比我天朝领先 也就是普京的军队号称世界第二强 实际上习近平认为普京的军队不见得比共军强 他认为他共军的军队比普京的军队是能打仗的 因为我们跑回多啊 第二个普京没本钱啊 普京打仗有多少经济实力的 而我天朝是全球GDP第二 我天朝有的是钱 习近平一年光送到外面 大傻逼送出去的银子就几千亿美金了 普京打这个仗一年花费的军费也就几千亿美金 所以说习近平就是把送给这些非洲送给亚非拉那些银子不送了 这个钱拿出来打仗习近平觉得也够了 所以习近平一直是在看普京 普京如果能赢的话 那我习近平一定是能赢的 问题是普京绝对是赢不了啊 普京现在面临的就是马上要被送上海牙法庭 要被清算 普京自己要上绞刑架的 也就是普京个人要上绞刑架 俄罗斯必然在这场战争中失败 俄罗斯国家会不会被完全肢解 俄罗斯销毁他的这个核岛核设施 但是这是看得见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当这个结果发生的时候 那么习近平他还敢打吗 普京现在已经明白了 他绞刑架的绳子已经做好了 网上到处都传送了 马上乌克兰大反攻 俄罗斯必然灭亡 普京必然上绞刑架 他的绞刑架的脚手是普京亲自编织的 所以这个脚手的图片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 也就是普京面临的死亡 而且是肯定会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习近平还敢打吗 答案是百分之百的否定的 也就是打台湾 无论从天时地利到人和 每一个因素都决定了 习近平是绝对不能打的 打了必然就要去死 我过去就说过 习近平他自己想打的 他就是找灭亡 我曾经鼓动习近平 你赶紧打啊 因为那么习近平打了 那么百分之百美军会参战的 最近美军亚太这个布防的这个司令啊 他就说过这个话 他就说如果是中共敢对台湾武统 那么枪声一响 中共就说了不算了 习近平说了就不算了 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以什么方式结束 就不由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所想 也就是枪声一响 共产党必亡 美军必然是协同国军反攻大陆 就打到中南海把习近平送上审判台 解体中国共产党 也就是最终只要是习近平武统 一定是这个结果 绝不是习近平打到这个台湾打打 看不行凑过来就算了 这件事国际社会就算了 没那么简单 习近平在侥幸架上面 那时候他后悔已经没有机会了 所以说呢 这一仗绝不是习近平想打还是不想打 而是习近平要考虑这个政权想保 还是不想保 他如果不要这个政权了 他就是想冒死一搏 那他就搏一次 而搏的结果是百分之百的输 所以说呢 美国最近有一位知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教授 叫陈嘉瑜 他呢6月5号发表了一个长文 这个长文就详细阐述了 习近平不可能攻打台湾的理由 也就是他呢 是根据乔治奥威尔1984里面提到的三个 关于集权统治失败呢 只有三种原因 那么这三种原因 已经一是战争二是饥荒 三是领导人软弱 他认为呢 这三个原因在习近平身上 在中国这个身上呢 只唯一可能的是战争这个原因 首先他认为饥荒的原因呢 根本就不存在了 因为现代科技社会饥荒已经不是集权政权垮台的理由 他说你去看北朝鲜就知道了 虽然北朝鲜相当相当的饥饿 北朝鲜可以讲人人都在累紧着裤腰带 能够熬过他们的日子就不错了 但是呢北朝鲜仍然能存在人民并没有站出来造反 这主要就是什么西方国家尽管制裁金家政权 但是朝鲜的统治者他依然能够利用西方人士那种善心 能够对全世界那些有良知的国家和人民呢进行勒索 最终呢获得粮油食物也就是朝鲜的老百姓在金家政权的统治下 除了朝鲜生产那点可怜的粮食 然后金家向全世界各个自然组织去化缘 而西方左派呢是原则上不限制朝鲜想获得的食物粮食和这些基本的医疗这些人民生活的必须保障品的 这样的话呢也就是人民呢能够获得什么生存的那一点口粮 因此来讲朝鲜人虽然非常饥饿 但是呢朝鲜人跟中国大饥荒一样饿死不造反嘛 也就是共产专制国家很多鸡民他们已经到了饿死也没有造反的地步 这个例子很典型今天的北韩是这样 曾经毛泽东领导下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饥荒不是也饿死了几千万人吗 这几千万人里面他们不都是做到了饿死也没造反吗 所以现在社会饥荒就会导致鸡民们站出来造反 然后推翻统治政权这种可能性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小 这是呢这个陈嘉宇教授认为就是饥荒不会导致习近平的垮台 第二个就是关于领导人是否软弱的问题 那么鸡权统治的软弱在中国是完全不存在的 中共从八九六四邓小平能够不惜动用正规军用坦克制机关枪去屠杀人民 然后为了保住政权就可以看出中共的领导人是绝对是强权哪来的软弱呢 也就是习近平也好共产党现在的这些领导人也好绝对不会有哪一个人 因为你们老百姓对统治阶层的不满他们就不会强权强力镇压 他们会动用一切手段去镇压人民就是他们绝对不存在领导人软弱的问题 不会面对着那些造反派面对着这些反抗统治者这些反抗人群 他们就不用最残酷的手段去镇压 中共从他八九六四镇压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广赏的现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共产党绝对他的领导人不会软弱的 那也就是欧一二讲的三条这两条都完全排除了 唯一一条就是战争就是如果习近平挑起战争 那战争会导致统治者最终下台灭亡 那么这个战争就是习近平要考量了能不能打 因为呢如果是没把握去打最终打输了 那百分之百共产党就灭亡了习近平就下台了 所以习近平要考量他发动战争 有没有可能导致他自己上了断头台呢 那为了不冒这个风险习近平就不敢打 这是呢这个美国问题专家陈嘉瑜教授呢他的分析 也就是他认为习近平肯定不敢打 因为呢作为习近平那么自私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权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去冒险呢 所以陈嘉瑜教授分析的有一定的这个道理的 我也认可习近平就是他不敢贸然去打 但是不代表习近平他不敢去冒险 因为习近平这个人他就不是正常人的思维 你刚才陈嘉瑜教授所分析的全部是正常人思维 实际上习近平心里面是非常想打的 他想做千古一帝嘛 在他的手上把台湾伸回来 他认为他就是民族英雄 但是能打不能打这绝对不在于习近平他有没有这个想法 他有这个想法还要有这个能力呢 因为战争一旦打起来 他唯一的结果就是两种嘛 要么是赢了要么是输了嘛 普京如果真赢了 那么习近平压保压上去打的可能性是绝对有的 但是普京输了 习近平是绝对不会打的 因为习近平知道普京如果输了 他是没有像普京那种愿意冒险的这个能力的 习近平个性上就不敢去冒险 他绝对不是普京这种个性嘛 怎么打呢 你想想看有多少因素在制约着这个习近平呢 中共现在所有大小官员的家人啊 亲属啊都在海外藏有了巨大的财产 包括习近平自己本人嘛 他两个姐姐齐巧巧齐阳安 姐夫邓家贵无龙 在海外藏了多少巨额财产啊 他自己弟弟徐远平号称远亲王 远亲王的资产早就超过了这个何亲王超过何生啊 如果中共攻台对台湾动武 那么美国日本欧洲都会嘛 冻结中共大小官员他们在海外的巨额资产 包括他们亲属的资产 如果习近平的发动对台湾武统的话 那他两个姐姐姐夫他弟弟远亲王 所有的资产必然在冻结之列 那么习近平自己的家族会受到损失 而其他的中共追随着习近平的大小官员 这些拥护着他们个人在海外的资产也全部被冻结被查获了 那这些人还会死刑他弟跟着你习近平干嘛 跟共产党干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个人升官全家发财嘛 好不容易自己升了官了全家也发到财了 结果你习近平打台湾把我们所有财产都冻结了 我们啥也没有了 你觉得这些人内心里面愿意跟着习近平干嘛 你习近平你个人是终身制啊 我们只是换了个任期制啊 在我们的任期里面利用我们的权力搞到一点财产 好不容易利用这个财产让我们家族想富裕起来 结果你一仗一打把我们所有的财产都给冻结了 那我们还跟你玩什么呢 当习近平手下所有的拥护者当这个阶层全部瘫痪的话 习近平他自己是完全保不住他的政权的 光宫廷政变军队兵变这种可能性都存在 习近平最终什么他自己就被宰杀在中南海里面 这绝对有可能啊 所以说这个险能不能冒 你一旦打的话所有的官员和大小家属都会被制裁 这不是嘴巴上说说啊 美国国会是通过法令的 也就是要求对中共一旦在武力攻击台湾的情况下 立马冻结所有中共在海外的大小官员的资产 包括中共在海外的国有资产以及购买美国的债券 那就是所有属于中共能够被美日欧冻结的扣查的所有资产一样不漏 通通带你消灭掉通通带你冻结掉 跟这次冻结俄罗斯一样嘛 俄罗斯很多大亨在海外的资产都被冻结的嘛 那这些大亨讲这个前是我自己的 跟俄罗斯政府跟普京没关系 这由不得你去解释 由美日欧说了算 只要他们认为你这个跟普京政府跟俄罗斯政权 跟你现在发动这场侵略战争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你个人的财产照样冻结 哪怕是你富豪的私人资产也被美日欧冻结 这种例子有的是啊 那既然俄罗斯富豪能被冻结 中国的富豪你能逃得掉吗 所以习近平要考虑一旦打的话 大小官员家人包括自己家属 包括他远亲王包括他两个姐姐姐夫的资产 全部被扣押 他怎么保住自己一尊地位呢 这是从财产从共产党高级官员个人私人财产的角度出发 这一张一打就有这样的风险 除非他一打就赢了 也就是嘛 美国根本没办法冻结中国的资产 美国冻结的资产我不在乎 因为他们赢了以后呢 那就是胜利者了 胜利者呢 其他的人对胜利者的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生米一旦做成书饭 那这时候嘛 这时候大家就支持你了 就拥护你了 这就跟邓小平当年屠杀一样 老布什看到屠杀已经结束了 老布什就放弃制裁了 就跟邓小平和好了 就跟普京2014年霸占克里米亚呀 当他把克里米亚霸占成功了 全世界都不支撑了 唯独就是乌克兰在那叫 但是没有人去听取乌克兰的意见了 全世界都默认普京你占领克里米亚 占领就占领了 所以习近平认为普京当年能够占领克里米亚 全世界都不支撑 那我也应该可以占领台湾全世界不支撑了 这就叫什么 叫你打赢了 而你打赢的这个事实呢 被国际社会就认可了 西方国家就默不出声了 就愿意跟中共绥靖 最终就接受中共的这个巨大的利益 在利益面前他们一起分赃就行了 也就是台湾牺牲就牺牲了 这种可能性在过去十年是完全存在的 尤其是奥巴马希拉里执政的时候 是完全存在这个可能性的 但是什么 但是当时是胡锦涛温家宝执政 他们没有武统台湾 立即把台湾打掉的想法 因此虽然内戒美国政府是愿意 就是你中国一旦把台湾拿去了 我们也不置身 那么那时候没有战火再开 习近平刚刚接任的时候 奥巴马仍然是担任美国总统 但是习近平那时候也没有这个能力 就是鱼鱼未封啊 党内这个位置都没坐稳 自己皇位都没包住 到哪里现在就去攻占台湾呢 所以说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有这个可能性的情况下 中国没有发动武统 现在已经全世界不给中国任何这个机会了 天势地利 人和中国都不占据能够武统台湾的机会了 现在你再打那百分之百就跟俄罗斯一样 受到全世界的制裁 习近平一定被围困致死 一旦打打就是共产党垮台 这是首先讲的嘛 就是大小官员自己的利益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高科技是严重依赖欧美 包括芯片啦 包括中国所有的核心科技 对欧美日国家是高度依赖 大飞机C919看上去好像自己的飞机啊 但是发动机也好 里面所操纵的这个软件主要的系统也好 都来自于美国包括中国的那些航母 航母上面一些主要的部件 一些主要的核动力的装置 一些操控的主要的软件系统 全是来自于美国 如果是你武力攻打台湾一旦被美日欧制裁的话 飞机就从空中掉下来了 航母在海上就沉下去了 拿什么科技实力能保证你中国武力统一台湾 你自己有这个保障能力呢 完全不具备嘛 你所有的军事科技里面的核心部件 都在人家美日后人家软件给你断掉 你整个软件系统就瘫痪 到哪里还能指挥导弹到哪里能发出去呢 导弹不但打不出去弄好打到中南海来呢 就算是自己这个军事科技 认为我们不依赖欧美 我们自己现在科技能力有 那么打台湾 你觉得演练了那么多年 中共正有攻台的能力吗 几乎所有的沙盘推演也好 实弹演练也好 一次也没有赢过 因为这次打台湾绝对不像当年 尚甘岭和长津湖跟美国作战一样 也就是有海峡天谴的 这个海峡天谴 中共就根本没能力去突破这个天谴 怎么把大量的部队运送上去呢 习近平心里面明白的很 他手下这些将领大部分都是酒囊饭带 靠这些和茅台玩文工团的将军 带领着一批走正部指挥第一辈子的士兵 到哪里能打胜仗呢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打的是中国老百姓 打的是天安门广场站 北京请愿的学生和市民 真正在台湾海峡作战 那是跟国军硬碰硬的 虽然共产党有的是炮灰 我们可以组织大量的小粉红 组织大量的炮灰上啊 按理议的算法可以死上一丝啊 问题这不是上甘岭 这不是长津湖啊 面对着海峡天剑 炮灰再多也没办法把这些炮灰 送到台湾海峡的长津湖 台湾海峡的上甘岭上去啊 也就是你的这些炮灰送不上去 没到台湾海峡就全部在海里面喂了鱼了 没有这个条件啊 所以说呢海峡天剑决定了中共即使是炮灰再多 炮灰也没办法越过海峡 这是指的地理中共没有这个地理条件 也就是天使地理人和都不具备嘛 人和是他所有底下的官员都反对你打 你打我们家属就被制裁了嘛 那么地理由海峡天剑也制约着你嘛 至于天使天使就看俄罗斯能不能赢 而俄罗斯数是必然的 至于习近平个人 习近平个人的个性从以往的回忆录里面就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个贪生怕死 是一个气软怕硬的人 他这个人是不感冒风险的 也就是我举个例子 习近平年轻时候有个好友就是围棋冠军啊 我们中国人下围棋下的非常好的围棋名家叫列伟平 列伟平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围棋人生 在这本书里面他有一个细节描写 这个细节就是说文革期间呢 当时习近平列伟平还有一个叫刘伟平 这三个人是称为北京二十五中的三平 这三平呢当时作为红卫兵呢都是属于造反派 那么造反派就经常会两派之间互相打 他说有一次呢在红卫兵的武斗中间 他们三个人呢是遭到了突然袭击 就是礼堂的那个门突然打开了 几百人拿着那个棍子盆子烧把全部冲出来了 虽然习近平他们这一方呢人很多但是呢猝不及防 也没有有效的组织 因此呢尽管人多人家来的少 但是人家手上都有这个棍棒啊都有武器啊 也就是习近平和列伟平他们是抱头鼠穿 列伟平在书里面写他和习近平跑得快 所以说两个人呢就侥幸的逃过了被别人一击 而刘伟平动作慢最终被人家打成了老震荡 也就是你看从列伟平这个书里面就可以看出习近平一看情况不对 习近平是马上搜索马上逃脱的 他绝对不会什么以弱去碰墙 他只会欺软怕硬 这也就可以解释白痴革命嘛 白痴革命发生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在全国各省的封疆大力 所有省市支持区都已经面临着向上海乌鲁木齐路 老百姓已经因为三年封城人无可忍喊出了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的口号时候 各个封疆大力都跟习近平讲我们扛不住的时候 习近平就突然什么突然解封嘛 因为他呢是耍了小聪明 突然解封你们没有医药没有任何准备 一下子大量的这个感染二次感染阴阳静阳最终什么因死尽死嘛 所以说火葬场完全来不及烧 去年年底大量的全国各地的火葬场都来不及烧 然后习近平通过你们要求放开你们搞白纸革命我就放开了 放开了结果你们死成这个样子 那毫无疑问来就证明我的三年青年是对的 也就是用你老百姓的死伤给你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他来解释他的政策是对的 这就是习近平永远证明他自己是对的 但实际上在打台湾的问题上 我觉得习近平是有冒险精神 因为很多人对习近平这样算那样算 就没算过习近平他不是一个常人的脑袋 他不是按正常人的思维 按正常人思维这一张是怎么样的不打吗 因为不打是肯定能保住他自己现在的政权 他所谓的定于一尊的嘛 但是打就有可能冒险吧 所以说主要还是看俄乌战争 普京赢了那一定会刺激习近平 习近平认为普京能赢我一定能赢 普京输了那习近平就算了 习近平打台湾的可能性就几乎全部没有 因此来讲风向标就是看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最终就是乌克兰胜就等于台湾胜 普京输就等于习近平输 所以这个结果呢他绝对是相辅相成的 因此全世界为什么现在都在持援乌克兰都在消灭普京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里面相辅相成的道理 也就是消灭了俄罗斯就消灭了习近平 消灭了共产党企图霸占台湾的野心 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